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诗阳 中国好水凉白开 本栏目由金麦郎凉白开 独家冠名播出 今天的节目里 我将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首先让我们来梳理近期文化热点 日前 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戏剧展演 在四川南充举行 展演以点亮童星塑造未来为主题 34部参演作品 涵盖画剧 戏曲 木偶剧 杂技等艺术门类 既有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神话故事 也有传承红色基因的革命题材作品 和反映当代少年儿童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的现实题材剧目 由中央美术学院艺术创作研究院 中央美术学院国际学院共同举办的 绘士品鉴 中央美术学院建藏班收藏作品展在今举行 展览共分为古代经典 主题创作 当代艺术 西方绘画等四个部分 涵盖了国画 油画 版画 雕塑等88件作品 其中任博年的国画 齐白石的耕炉 敬上亿的最二号等一批极具学术水平 和艺术价值的建藏作品 吸引了众多参观者 此次展览是中央美术学院 艺术创作研究院阶段性教学成果的展示 每个人他在艺术的这种观念上 包括艺术品收藏 包括交流的这种观念上 都要跟进时代的这种发展 做一些调整 整个的作品的内容 就是积极相让 非常健康 能够代表一个画种 或者代表绘画艺术 能够是让各个阶层的人 都能够欣赏的 瓦兰的天王克举绘画作品展 日前在北京方圆艺术空间举办 本次展览共展出王克举近年来 油画极纸上作品六十余幅 包括金色的季节 春来樱桃谷等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画家王克举 是我国当代风景油画创作的领军人物 对景写生是他油画风景创作的重要方法 没有金星雕刻的造型 却能在自由的笔触中 感受到他发自肺腑的温润力量 我在这之前画了一个大作品 历史四年 画了 把黄河给画了一下 又不断地充实许多的黄河两岸的一些作品 就进入到一种 就另一种生活状态 就画了一些眼前的身边的一些小作品 更多去探索 绘画一些特别本质的一些问题 通过笔触 通过色彩把它来体现出来 近日 中国作家协会 剧作家活动日在京举办 31位编剧会员代表受邀回到中国作协 完成了一次文学寻根之旅 探索中有展露头角的青年编剧 也有著作等身的知名剧作家 他们徜徉在中国现代文学馆 追寻文学史上戏剧大家的足迹 围绕阅读与写作 文本与影像的关系 展开交流对话 今天的节目 一起走进剧作家 用文学支撑的影像世界 近年来 中国影视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一个个动人的光影故事背后 凝聚着万千剧作家的智慧与创意 三十多位来自影视戏剧领域的剧作家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相聚 大家以文学的名义相聚相续 共化剧作发展的过往与未来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参观之旅 更是让长期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的 龙萍萍大开眼界 我说句实话 我以前以为我看过很多小说 我甚至有认为像我这个年纪 看过这么多小说的人不多 我今天来这一看 傻了 好多小说我都连名都不知道 剧作家龙萍萍因创作电视剧《觉醒年代》而为人熟知 在他看来 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一定要深入研究 大胆创新 把握好历史观和艺术观的有机统一 我是觉得你当好一个作家也把一个编剧也把 你首先得是一个研究者 你不是一个简单的把教科书上的内容 搬到音频上的这样的一个搬用工 还是一个创造者 这个创造者一个最基本的要义 就是你要把历史的真实跟艺术的真实结合起来 说这一点是最难的 张继曾创作过《中国合伙人 亲爱的 夺冠 长沙夜生活》等优秀作品 他善于深挖现实题材中丰富而细微的人性与情感 每次创作剧本前 他都会深入一线采访并研读文学经典 为作品打磨 积累素材和灵感 其实我做我的现实主义或者说写实这种创作 我最重要的两个支点 一个就是去到生活中采访原型 第二个其实就是阅读文学 我认为其实电影的创作 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要有文学性 所以我觉得从这两个方面是相通的 戏剧影视文学历来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 从《斗鹅渊》《西香气》到《茶馆》《白毛女》等戏剧经典 从《芙蓉镇》《城南旧事》到《亮剑》《觉醒年代》《夺冠》等影视作品 都因深厚的文学根基和独特的思想光芒而历久彌新 曾创作过《雍正王朝》《大明王朝1566》等作品的剧作家刘和平表示 剧本也是文学 编剧也是作家 如果一部剧作它除了能够用表演呈现以外 它也能出书 它事实上就是作品 我后来追求的就是出一部影视作品 包括你说《大明王朝1666》现在第六版成为《残销书》 英文翻译版也出来了 故事也还是想证明 就剧本也是文学作品 凡事剧中的人都想法给自己一条活路 没有人知道这个秘密 别给自己添麻 今年春节档 电影《满江红》取得了超45亿元的票房成绩 环环相扣的叙事结构和独特设计的诗歌颂读 令许多观众为之动容 文本的力量在与影像的表达相结合之后 迸发出更加强大的艺术感染力 陈宇在创作剧本的过程中 以满江红为叙事主线 柔和了悬疑 动作 喜剧等多种元素 构建了一幅极具张力的情感关系图谱 我们就是把这种能量给帮助释放出来 文字的优美 把他意境的这种豪迈 把他释放出来 所以说他可能比只是我们拿着这个书本 课本 去读这首词 可能更为直观 更为有力 更为有能量 不罚小商贩 我们还抓不到 近年来 无论是现实题材剧集《大江大河》 镜头叙事的背后一定是影视作品 对于文学性的前置和深挖 其实从出现的时间顺序上 诗歌早于戏剧 戏剧早于文学 但我一直认为文学就是戏剧是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就是说文学是一切艺术的母体 因为文学它是影视的一个底色 就是说你其实就是要带着文学性去思考 你编织故事的时候把自己的感受 你对事物的看法 甚至是价值观 这其实也都是文学的一部分 就重视这个作品才有可能写得好 中国作家协会就要通过这个剧作家活动日 深入地来交流感情 促进互相之间的交流 大家一起都能把当代文学的写创作 能够推向一个更好的一个境地 从阅读到写作 从文字到影像 编剧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 决定着一剧之本 好的剧本是影视创作的核心基石 对于一名编剧来说 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到底从何而来 答案就是对于生活的体验 感知与思考 每天十分钟 生活天动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再见 下周再见